为了庆祝台北市传统市场节正式开跑 南门市场老四号店家提供400颗肉粽 现场免费大放送 吸引上百位民众排队场面热闹 南门市场门口民众大排长龙 全市为了这一颗颗饱满的新鲜肉粽 因为台北市传统市场节热闹开跑 现场准备400颗肉粽免费大放送 这头有人排队尝鲜 舞台上则有四位店家老板 各自拿出招牌绝活 现场示范包肉粽 有人下重本把XO酱干贝都端上来 也有人突发奇想 把臭豆腐包进肉粽里 吃起来又香又臭 大受欢迎 我第一次吃 对啊 今天第一次吃 觉得口味是吗 还不错耶 以前一直以为说它很臭 没想到它还有泡菜的香味 它是臭豆腐 然后是一只角形的样子 所以叫臭角粽 不管是包着臭豆腐的特色肉粽 长条形的湖州粽 还是传统的台湾粽 不到半小时全都发光光 主办单位还想举办包粽子比赛 南门市场是第一波 未来还有士林市场等等 要推广市场美食 满足涛客的味蕾 新唐亚太电视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